同学们 看这边 三 二 一 节目 快快快 快站好 我要拍了 一 二 三 快给我看看 我也要看 怎么把我拍的卖不成 重来重来 又是一年毕业季 怎么突然下雨了 喂 乱跑什么呢 快过来 谁知道会下雨啊 全身都湿透了 谁叫你不随身带伞 武汉的天气本来就这样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校园 同样的樱花树 一切都没有变了 我亲爱已经离开这里三年了 亚新文化投稿 猫城电台出品 现代单媒广播剧 樱花盛开始 第一集 第一集 欢迎收听 打 打死他 打死这个日本人 喂 你们干嘛 住手 不许欺负人 你们住手 快住手 管你什么事 我们打的是这个日本人 又不是你 就是 记住 你是中国人 不是日本人 小子 别忘了 小日本他妈的抢咱钓鱼岛 你要是帮他 你他妈的就是汉奸 他只是个学生 不是日本的右翼分子 你们这是无理取闹 比那些说钓鱼岛是日本的人够无耻 更不要脸 你们要是再这样单方面时报 我就通知老师过来了 哼 要不要 我带你去医务室 我 没事 谢谢 谢谢你 你是日本人 为什么汉语说得这么好 你看你 胳膊都破了 走吧 我带你去医务室 擦点电符吧 嗯 我叫南琪 是大姨新生 你呢 我 我叫武藤一郎 一会儿我带你去学生处 将这件事告诉老师 不惩罚他们一下 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冲动的惩罚 我能理解他们的行为 这件事就算了吧 对了 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我请你吃饭吧 不用 维护人间正义 这是我迎亲的义务 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叫事 那天晚上 我和一郎一起吃了日本料理 那么大的料理店 只有我们两个客人 或许 真的是因为钓鱼岛 全民抵制日本吧 那天晚上 我们聊了很多很多 突然发现 我和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们都属于那种 不随大流的人 在外人看来 不合群 到不同不相为谋嘛 我们有着各自喜欢和追求的东西 在各自领域 有着自己清楚的认知 而这种认知 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就像是白天 永远不懂夜的黑 而我和他 在彼此诉说情怀之后 一种朦胧的亲戒感 化作一股暖流 流窜到身体的每个部位 而这种感觉 让我们的心里 更加的靠近 今天的饭吃得很开心 谢谢你 要说谢的人 应该是我 是你 让我的心灵 得到了依靠 怎么了 你 你也喜欢打网球 哦 这可是我的最爱 只可惜 咱们学校会打网球的 总是太少了 一直也没寻找到对手 我 我也很喜欢打网球 那天我们一起走着 又一边聊着 有关网球的好多事 真的是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那天晚上 她送我回到宿舍 我们彼此说了一句 晚安 并约定 明天一起打网球 那时候 学校的网球馆里 总是有我们两个人的身影 虽然 我们总是受到 其他同学的指指点点 虽然 背后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骂我罕奸 虽然 很多人见到我们 总是绕道而去 甚至以前和我打网球的人 都对我置之不理 但是 我和一郎 仍旧抛弃所有的流言蜚语 陶子在属于我们的网球天地 那时候 跟他一起对决网球 真的是一种 从未有过的爽快 激情和挑战 这一局算平手 要不是我故意让着你 恐怕现在你就不会这么高兴了吧 我知道 要赢你 可要费不少力气呢 他妈的就是汉奸 你都说是汉奸了 可不就得巴着小日本吗 你们 姐 你知道 什么能打败六眼飞鱼吗 不知道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我真的被你打败了 熟悉的网球场 熟悉的一切 三年了 什么也没有变 只是不知道 伊朗 你还记得三年前的 那个晚上吗 那个晚上 我和伊朗去了市里的一家西餐厅 因为记得他说过 喜欢吃西餐 牛排加红酒 餐厅里散发着浪漫的情调 看着中卫的一切 我显得有些坐卧不安 因为旁边的几桌 都是一对对情侣 没有我和他 两个大男人 居然来这里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他看到桌上的玫瑰花 居然就这样唱起来 我的脸瞬间红了 你妈 跟你在一起太丢人了 服务员 您好 先生 有什么事 可以为您服务吗 那个 钢琴可以弹吗 哦 可以 那你给我们弹啊 对不起先生 钢琴师今天没有来 所以 不好意思 好承认 居然偏偏是今天 琴师没来 我好喜欢钢琴 那我可以去弹吗 嗯 我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自己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 一曲之爱丽丝 在黑白琴剑的不断交换中 宛如牛排的香味 进入了在场每个人的新闻 我的双手 时而急促 时而平稳 时而如波涛汹涌 巨浪翻滚 时而又波浪褪去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我睁开了眼睛 那一刻 我找到了 消失已久的满足感 和成就感 没想到 你居然还会弹钢琴 那当然 我钢琴可是八级了 饿死我了 咱们快吃饭吧 干嘛 这么看着我 不会是你听完我的琴 开始迷恋我了吧 请你不要迷恋歌 歌只是一个传说 自恋 自恋乃自信之母吗 对啊 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发现 你会的东西真的挺过 不仅仅往球打得好 而且钢琴也弹得不错 发现 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 我对你可没兴趣 我只对音乐有兴趣 哦 你也对音乐有兴趣 难不成 你也喜欢音乐 我们俩开始聊起了音乐 我们俩开始聊起了音乐 西方的古典音乐 欧美的黑人音乐 以及当下的小清新 我们聊了很多很多 直到北中红酒空 盘中牛排进 没想到 你对音乐 有这么高的造诣 你对音乐和其他的事情 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啊 从那天以后 我和一郎的来往 更加频繁和有紧密了 每天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一起去读书馆 一起出去玩 一起参加活动 一起坐在学校的樱花树下 谈听说地 道古论今 不得不承认 一郎是一个学识很高的人 对什么事情 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无论是国家大业 还是学术专业 无论是天文地理 还是社会人文 一郎都能够用自己独到的见解 去为我拨开宠物 遇到了他 我觉得二十几年前都白活了 和他在一起 突然间觉得自己成长了许多 学到了以前从未学过的东西 喂 一郎 以你的学识 可以当国家领导了 不如跑回你们国家 代替安倍晋三吧 别取笑我了 我可没那本事 能进入内阁 当个参议大臣 我祖上也就少烧高香了 我的意思是 你当了首相 就别他们和我们争钓鱼岛了 钓鱼岛是中国的 你 好了 开玩笑了 我们比比时间到宿舍 喂 等等我 你追不上我 别小看我 好累啊 我们回宿舍休息吧 行 先别回去 陪我去樱花园吧 我想去看樱花 好吧 樱花对于我们日本 是很特别的话 从小就在我们心中 占有非常神圣的地位 樱花盛开在 让人心旷神怡的初春 皱开 皱落 因为是一起开放 一束束的樱花 像一团团粉红的云 灿烂夺目 凋谢的时候 也很壮烈干脆 不污不染 一朵樱花虽然并不起眼 但放眼望去 满树的樱花 却微微壮观 让人感受到的 是无与伦比的 华丽与魄力 好困啊 他还要讲多久 不行了 我要睡着了 现世时节 满树的樱花纷纷消落 像阵阵的花雨 美不胜收 世界上的樱花 共有八百多个品种 而且在日本 就有三百多种 齐 齐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啊 喂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话 你就不能回我一句吗 为什么这么心不在焉 能不能尊重我一下 没错 我就是心不在焉 我很累 很想休息 但是你却把我拉到这里来 听你高谈过论 那你就不要来啊 叫你过来的时候 你就拒绝啊 是你一开始就把你的意愿 枪架在我身上 你问过我要不要过来吗 没有 是你硬拉着我过来的 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愿不愿意 好吧 那你回去吧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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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理我了 你总是要把你的想法 强加在我身上 我累了 不想再这样了 对不起 以后不会了 我们还是好朋友好吗 看着一郎 我的心里 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生怕死去这个好朋友 这个可以教会 我很多东西的朋友 这个可以和我一起 搭网球的哥们 这个可以让我们 彼此吐露心声的知己 我知道 一郎也和我一样 不愿意失去对方 以后绝对不会了 真的 我们 那天 我和一郎还是破镜重圆 重归于好了 我们两个都不想 让彼此转身走掉 有时候 转身之后 就成了永久的分别 再熟悉的人 也变成了陌生人 虽然那天 我心里还是感到很别扭 因为任何一种关系 都要建立在平等 尊重的基础上 爱情 友情都是如此 我过得的迁就 和原谅一郎 对它所有的言行举止 很少提出意义 只是不想破坏这份友谊 但正是如此 一颗奇怪的种子 埋在了我的心里 并开始发芽 也或者说 是一颗定时炸弹 埋在了我们这份友谊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爆炸 将这份友谊 将我们两个 摘得遍体临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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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